124 文匯報 內地高速公路以長期收費經營期限時 情形可如30年資產不得轉讓和嘗試交易 2015年7月22日 重要新聞 A 07 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馬林北京報導 收費公勞管理條例修訂稿昨日正式向社會公布 交通運輸部法制師傅師長毅東當天在北京介紹 此次修訂稿確立了收費與收稅長期並行的兩個公路體系發展模式 明確政府修費公路實行規範的預算管理 除修費公路權以外 所有修費公路資產均不得轉讓和嘗試交易 其中 修訂稿對高速公路的收費及經營期限作出調整 高速公路實行統借統還 不規定固定的收費期限 經營期限可視投資規模 回報周期而定 可以約定超過三十年 此此條例修訂按照用路者付費 政府性債務風險可控 鼓勵社會資本投資 加強政府監管的四項原則進行 明確了通過政府舉債方式建設的公路統一 經營性公路增公司合資模式 毅東介紹 未來政府管理的收費公路建設 改曠建資金將統一採取發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方式籌集 用通行費償還 納入政府成基金預算管理 在經營性公路中增加了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PPPP 的內涵 毅東表示 今後 佔公路總理程97%左右的普通公路 將成為主體 採取向車輛用戶普遍徵稅的方式 由一般財政稅修保障期建設、養護、管理及改曠建等資金需求 佔公路總理程3%左右的以高速公路為主的收費公路 採取直接徵收車輛通行費的方式 地方政府將承舉債上債主體需要注意的時 條例修訂稿對受爭議的收費公路統者統環政策作出調整 將統一貸款、統一還款修改為統一舉債、統一收費、統一還款 舉債和常債主體從地方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變更為地方人民政府、高速公路以外的政府收費公路 不再納入統者統環的範圍 以降低政府收費公路的融資和運營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增強政府常債能力、降低政府性債務風險 對於收費期限、修訂稿針對收費公路的不同類型作出了相應調整 高速公路實行統者統環 不規定固定的收費期限 按照用收費常還債務的原則以實際常債期為準 高速公路以外的政府收費公路 維持現行條內最長不超過15年 中西部最長不超過20年的規定 採招標方式選擇特許經營者 經營性公路實行特許經營制度 採用招投標等競爭方式選擇投資者 特許經營公路的經營期限按照收回投資並有合理回報的原則確定 其中高速公路的經營期限一般不得超過30年 對於投資規模帶、回報周期長的高速公路 可以約定超過30年的特許經營期限 而高速公路以外一級公路及橋稅的經營期限 維持現行條內最長不超過25年 中西部最長不得超過30年的規定 毅東強調 此次修訂稿提高了收費公路設置門檻 明確新建和改建技術等級為二級以下 含二級的公路不得收費 已取消收費的二級公路升級改造為一級公路的 不得重新收費、獨立收費橋稅的設置標準 由原來的二車道800米和四車道500米統一提高為1000米以上 據了解 此次修訂稿已廣泛徵求了國務院各相關部門 地方人民政府、收費公路運營單位的意見 將向社會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開徵求意見 現行的收費公路管理條例於2004年出台 除了一則年有無垠的地困 公路線或日式公路運動 除了一則公路線、保護地困